Lun Sang 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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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是滑串转了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在西安的第一天 我们中午才醒来 昨天我们三 四点才睡 现在去出发 我们的车到呢 到了 打开 你好 叫声好 叫声好 我们昨晚四点在睡 所以醒来比较晚 今天多少度 30多度吗 热死了 我现在去吃午餐 在这一家 四季叔叔已经订好了 我现在进去啦 您好 欢迎光临 好 右手边啊 进去 哇 旧啊 这都是这种像那个啥 蒙古包一样的 坐里面 谢谢 谢谢叔叔 在等上 南方人还是喝茶 是吗 南方人呢 你看啊 港湾广西啊 福建 浙江温州 我觉得是沿海地的才喝茶 也可以站点先尝尝 为什么要站在这呢 这个羊帛 站着吃可能味道好一点 不太腻 感觉是不太腻 你这样吃的话 感觉可能有点腻 这个你要预定才能 嗯 嗯 这叫羊帛 哦 就是预定点才能吃到 是吧 吃吧 你尝吧 吃肉不就蒜 香味少一半 你们是就是吃一口肉 咬一口吗 是吃一口肉 你可以一整碗 放到嘴里吃 就让你吃得了 就跟你们吃辣椒一样 吃了多少 看你自己的 但我们只是蘸 就是菜里面放辣椒 但是我们也不光吃辣椒 嗯 辣椒一般都是配菜是吧 嗯 就是必须要有 要有个味儿 对就是必须要有 那个味道但是不吃 这个是羊帛好吃 好吃 羊的脖子 嗯 满桌的羊肉 我平时吃不了羊肉 但是今天也长一长 哦 你对啊吃羊肉 是的 好吃吗 好吃 这个有辣椒的 牛肉好吃 太阳很大 我们来到了中古楼 西岸的中古楼 你知道中古楼有多少年的历史吗 我刚百度就是六百多年的历史 这是中国 中国古楼保存最完整的 那边就是中古楼 那边就是中古楼 能拍到一点点 那边就是中古楼 就是西岸的标签 对对对 你站着我还在这里给你们拍个照 太大了 哪有人上北海我觉得还好的呀 现在怎么过马路呀 过前面那里有一个地下通道 这边好多人穿汉服的呀 对啊 对啊 这是他们他们住的吧 哦 从这边看 这个更好看了 我要过这个路 地下的路才能 去中楼那边 都是轮花呀 那边 哪里有人上人海的 我们在这边买好票咯 请勿离开 我的朋友就是他有学生正三十米 我的就是五十米 哈哈 外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都是人 上个中国楼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西安寿中国楼 哪里有管 哎呀 啊 就会上了 这可能是西安寿最繁华的地方吧 不是有面对吗 中古楼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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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客气吗 可以客气吗 哦 那个小蓬蓬进哪儿了 哦 我们不能进去吗 看看 我看了 还有 还好 我不选择今天我 我穿汉服 要不然 热死我 还是晚上去什么大唐 午夜城就穿吧 这边汉服鞋姐姐 坐的是 哎呀这个小孩好可爱 啊终于能上了 我们要上中古楼的第二楼 看看那么著名的中古楼 我们要开车是吧 是的 但是这个不是就在古代的吧 古代不能有这个吧 古代就有了 古代就有这些了 对啊这就是古代的时候做的 哦 这边还是有很多 保护 我参观完这边但是我也觉得 这个楼就是用来暴食 早晨明中晚上怎么就感觉这么累 因为这玩意儿和黄克楼差不多嘛 是吗 所有的楼都这样子 黄克楼你去了吗 去了 我一开始还以为中古楼就是一个地方 原来就是两个地方 就是早上开城门就叫中 然后晚上关城门就叫古 哇塞这个就是我刚刚知道的 我的朋友走掉了 这边非常非常的热闹哦 这是古楼我们刚刚在那边是中楼 古楼我又买账票 我朋友才跟我说我刚才买的就是通票的 就是可以在那边买然后中楼古楼就能去的 然后我就现在就买了两张就多鱼了 我可能要找人 然后我就给他我就送给他这张票吧 阿姨你上这个 你上中古楼了吗 你上了吗 你上吗 我就送给你这个因为我买多鱼了 是的 我买多鱼了 哦你就上吧 我就送给他了 今天天气真的好好 啊 古楼我上啦 参观古楼的游客 请购票后由此排队参观 没多少人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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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三个多小时 现在我也差不多 哇 也累死了 上这边 看到和中楼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有个套区 纯片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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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动 呃一个多小时了 又看不到他 雨 雨什么 雨什么 哇这个都是繁迪子 我认不住 真的是这个水茶 哇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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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什么走 你看 你看 等一下 小胡子 跳起来也看不到真的 这难道是古代的古 有没人帮我说明解释这个 有点难过,有点失落 人情 我就走马看话呀,今天就是 不知道小蓬蓬在哪里了 要装累了吗? 小蓬蓬在哪里 明天想要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明天你不是去秦始皇,你必马有吗? 还要去博物馆 是的,所以明天你得早起 因为上午会是10点 这边人呢? 这边人不多 这边人还算少了 你没发现古楼的人也少一点吗? 刚刚那边好多人 我们都回酒店了 这两个女孩就身体不好 所以又回酒店 等一下晚上 我们还去大唐不夜城 就是太累了 好了,那下个视频就是 大唐不夜城的视频 大家记得观看哦,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